在水晶教堂里 与心爱的人 许下海事山盟 开飞机上天 坐潜水艇下海 尝一口辣椒口味的巧克力 本期旅行者 我们将邀请你一起去 关岛浪漫狂奔 欢迎收看旅行者 关岛是西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 也是玛利亚那群岛上面积最大的一座岛屿 关岛是美国的海外领地 所以除了能够看到美妙的海景之外 还能够在那里感受纯正的美式生活 今天的旅行者我们就要带你飞往关岛 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半程马拉松路跑比赛 还要去海边的教堂 感受海市山盟的力量 之后会坐飞机上天来一次刺激的空中旅行 夜晚会去查摩洛园住民的夜市逛逛 还等什么 这就出发吧 在西太平洋的玛利亚那群岛南端 有这样一座小岛 全岛的面积只有549平方公里 但它却是离中国最近的美国 它就是关岛 和所有赤道附近的热带小岛一样 关岛四季如下 无论何时都能踏入大海的怀抱 享受自然的呼吸 小岛的四周被一层厚厚的珊瑚礁所包围 这不仅让岛上的居民免受了海啸的威胁 还让关岛的海滩显得极为特别 关岛四周包围的珊瑚礁 将海浪挡在几百米之外 靠近海滩的近海平静地出骑 呈现出清澈的浅蓝色 而离开了珊瑚礁的外海 一下子变成极为深邃的蓝色 深蓝和浅蓝精味分明 深胡椒包裹的不仅是一片美景 还有最纯正的美式生活 杜蒙湾是关岛西北部 一条长达四公里的半远行海湾 这里度假村和酒店云集 奢侈品店和餐厅林立 是城市和自然最为和谐的社区 当然这里的汉堡和牛排 接上穿梭的皮卡 以及面朝大海的自由女神像 也会实时提醒你自己身处美国 关岛最先被世界所发现 就是因为一个西班牙人 他的名字叫麦哲伦 438年前 关岛的原住民常莫洛人 在海边发现了 只剩下一口气的大航海家 麦哲伦 随后的三百多年里 关岛成为了 西班牙的殖民地 在亚加纳市区 有一座西班牙广场 它是旧时西班牙总督 关底的所在地 这座建于1736年的 总督关底 也未能在二战的战火中幸免 如今只能从服输的古墓和残垣断壁中 遥想当年的优雅 广场内有一座保留完整的六角形小屋 三百多年前 这里是西班牙总督夫人 邀请贵族喝下午茶和品尝巧克力的地方 所以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巧克力屋 从这个如今看来有些落寞的小屋里 曾飘出的香浓的巧克力味道 或许就是这个西太平洋小岛上 最初的西班牙情调 杜孟湾有一处高崖 这里不仅能眺望来自太平洋的热浪 也是关岛最为浪漫的地标 情人崖 西班牙的一个将军 他希望娶当地的一个查摩洛村长的女儿为妻子 因为查摩洛村长的女儿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恋人 是一位当地的查摩洛小伙子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逃到了这里 西班牙的将军就带领他的部队 追对恋人到这里 追到这边无路可逃的时候 两个人查摩洛的恋人就把头发绑在了一起 然后他们就一块跳了下去 流传的爱情故事 使得情人崖成了天长地久的象征 世界各地的情侣 慕名来到这里 他们坚信 在悬崖之巅 挂上刻有两人名字的情人锁 或者共同敲响情人钟 都能获得爱的祝福 我们很喜欢海洋 天气很好 所以我们想绝对想来到这里 有没有想过在晨光西味的朝霞中 与同伴一起沿着海边长跑 用脚步去丈量关岛的美丽呢 每年秋天就会有一次机会 无论你是游客还是居民 都可以报名参加一次 长达21.08公里 挑战体力极限的路跑活动 这个由关岛观光局主办的路跑活动 是以关岛特有的物种 可可鸟的名字命名的 可可鸟是一种濒临灭绝的鸟类 这种只有在关岛才有的情类 如今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数量 已经不超过300只 举办可可路跑活动的收入 也将用于对可可鸟的保护活动 比赛定在秋天的一个周日 报名参加的选手们 早已为此摩拳擦掌 为了在比赛的时候保持最佳状态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在街上跑步的人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 凌晨4点 所有的选手都聚集到 关岛的医保海滩 磨刀不误砍柴工 先别急着出发 跟着教练做健身操 热于热身再出发 所有的选手都在起跑线备战了 就连可可鸟也来为跑者加油 一声令响 庞大的跑步队伍就出发了 这次跑步的路线是从医保公园出发 沿着海边的公路 经过一小段山地 到达西南方向的东亚加纳湾 然后折返回到医保公园的起点 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 无论你是专业的长跑运动员 还是一个热爱跑步的普通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国际性的赛事 除了男子组和女子组之外 比赛还为非专业的参与者 设立了一个团体组的接力跑 接力跑的组员可以是家庭或者朋友 但其中必须有一位女性 接力跑完全程 也一样能拿到奖牌 在海边的公路上 一个又一个的跑者 从12岁的金发男孩 到60岁的老人 每个人的对手不是时间 不是未完成的历程 也不是别的对手 而是自己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天边浮起的朝霞 来自西太平洋的风 在清晨尤其凉爽 第一批选手经历了困难的呼吸 和体力的挑战 用持续的奔跑 见证了光线的变化 他们已经经过折返点 放在眼前的 还有另一半的路程 天已经完全亮了 经历了体力的极限 选手们陆续冲向终点 关岛小姐为他们挂上了奖牌 欢迎订阅 断冲向终点 在你几岁以后 多少岁以后 64